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是解说经济的巨人 故事已经要到结尾了 有点担心会不会烂尾 如果你是对经济的巨人的朋友有兴趣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你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也欢迎你们一起讨论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会有剧透内容 如果你不想被剧透就先行离开 不介意的话我们就继续吧 第138话标题叫做《长梦》 我们再次的看到婴儿 婴儿可以作为未来的象征 这小怀和其他大人一样停留在原地 巨人已经停止移动 因为在上一回中 艾伦和脊椎生物分离了 地名已经停止 法尔克他们在上空观看一切 他们看到艾伦巨人的骨架在消失 突然三里的头又再痛了 他回想起艾伦说过 绝水力量的阿卡曼 事物时不时就会头痛 会变成一位听从命令的努力 还说一直很讨厌三里 三里无法接受最后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结局前知道三里的头痛的原因 艾伦对三里说过的话我有点不相信 就是一旦阿卡曼觉醒 他们经常就会头痛 这就是出于保护宿主 是因为原本的自我学会抵抗 三里真正消失的自我是在九岁的时候 只留下重视实行的阿卡曼本人的努力 目前还很多关于阿卡曼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希望接下来会有解说到 接下来画面可以说是Happy Ending吗 所有家人开始团聚在一起 甲壁 法尔克 比克 全部有家人的都团聚在一起 除了调查兵团 他们有些遗憾 但他们很高兴阻止了地名 而此时莱纳还在和那条发光的生物战斗 阿明埃保持着超大型巨人 莱纳目前受了几大档伤害 那个生物受了那样的爆炸 竟然还活着 我们给观察看当这个生物离开宿主后 在外面他还可以活多久 就如大家所想的 艾伦还没有死 艾伦变成超大型巨人 超大型巨人的艾伦有一头长发 变成超大型巨人的艾伦 其实是为了和他老朋友对战 甲壁告诉大家 不要让那个生物和艾伦接触 或许地名会再次启动 可是大家都不懂有什么办法杀掉 连那种爆炸下都能存活的生物 李维说艾伦才是关键 不把他终结 这场噩梦就不会结束 同时艾伦正准备和阿明对战的时候 那个生物突然发出气体 这意味着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我们看到 阿尼的父亲在和马来人说话 马来人说我们已经犯过 出够的错 现在应该齐心协力挺过 后来他转头看到阿尼就在身后 父女终于见到面了 现在共同联手对抗敌人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过去到现在 始祖巨人到艾伦 艾伦相信 唯有用恐惧才能维持和平 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永远不能确定 知道我们的人数降到1或更少 所以艾伦希望世界也遭受到足够的苦难 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的和平 现在他们做到了 他们联手一同对抗敌人 一同挺过这一关 回到里维那边 他叫珊妮 皮格 称上法尔克离开这里 阿卡曼和拥有巨人之力的人会没事 但其他人吸入气体就会变成巨人 可你知道 这就像是拉格加村 就是当时村民吸入极客的脊髓液气体 而变成巨人 你会问 为什么不把每个人都带离开 因为已经太迟了 那个气体实在太快感染到其他人了 现在只是等待时机 把他们变成巨人而已 就这样理为他们非离开这里 才刚团聚不久就要分开 皮格要和家人分开 而我们要和老朋友约翰和克尼说再见了 对于贾碧来说 应该还有人讨厌他 不太会和他说再见吧 在这一段 我有点不太清楚 就好像是法尔克启动尖叫激活他们 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控制的吗 还是只是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尖叫 你们对于这一段有什么看法 在这一段里有点小感动了 约翰和克尼已经准备迎接最后的绝集了 他们身边调查兵团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将剩下的交给同伴了 克尼问约翰 还记得路团也是前夜的事吗 这都要怪约翰了 不然不会开始想拯救人类 这系列一开始其实也牺牲蛮多的角色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 有多少人死去 现在老朋友约翰和克尼也要走了 就在阿尼要和父亲团聚的时候 大家突然开始变成巨人 阿尼被喷飞来到 受伤的欧良果盆旁边 还好他和阿尼在一起 不然可能下一个到他离开了 在刚刚是多么温馨的画面 他们打算联手渡过的时候 突然产生变化变成巨人 你看这马来人脸上又再次的充满恐惧 剧情是不是要以这种恐怖方式 让剩下的马来人感到绝望吗 如果他们真的挺过这一节不死 是不是说他们会再次的对阿尔迪亚人复仇 这些是完全被那奇怪的生物所控制了 就像艾伦之前控制其他巨人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猜测是不是那个生物利用法 可使用尖叫来把那些人变成巨人吗 因为之前几个 就是使用尖叫才可以把他们变成巨人 而那个生物应该没有嘴巴 所以他可能利用法可把 那个生物召唤小兵 打算突破来到艾伦身边 莱娜此刻的任务就是不让他们通过这里 但莱娜目前已经大伤了 他现在是凭着异力去阻止 接着阿敏对战艾伦超大型巨人 阿敏说你那么喜欢地狱 我会一直奉陪直到最后 这意思说他接受了艾伦的计划 要让全世界对艾伦产生仇恨 然后把这恶魔打败 让朋友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 莱娜当对付那个生物已经很吃力了 他已经做不了其他事情 他看到眼前的克尼 约翰 甲壁的巨人 还有妈妈变成巨人 这时皮革跳下来要帮莱娜 阿尼也前来驻战 在这个画面中 我们看到他们在与所有的巨人战斗 也看到身后的艾伦和阿明 但请记住 即使杀死这个生物也毫无意义 所以莱娜他们唯有阻止不让他通过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重新和艾伦连接 三里的头还是非常的疼痛 似乎是第一次通到一个章节去了 莱威告诉三里 能杀艾伦的就只剩下我们 因为阿卡曼是不受记忆操控 也可能不受十足巨人的控制 而且目前 其他人也忙得不可开交了 头痛的三里 突然带我们进入小屋世界 我们看到 他们在小屋里和平生活的景象 三里说 他好像做了很长的梦 现在这个是现实中的记忆 还是过去存在的记忆吗 还是 另一个平行的记忆 三里他哭了 他想就这样待在这里 艾伦说已经做不了什么了 自从抛弃了一切逃到这里 马来结束战争已经有两个月 侵略帕拉底岛的战争马上就要开始 逃不掉的人会被杀 阿明也正在拼命寻找我们 也做不到 脱杀岛外的人类 干脆就这样平静度过四年余生 艾伦要三里 在他死后将这条围巾丢了 因为在这还能活得长长久久 把他忘了自由的生活 在这一段中让我们看到 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生活 如果当初他们选择逃避 就像福利之王为了躲避战争 逃到帕拉底岛建围墙 他的目的就是要与世隔绝 这个情况就好像艾伦和三里逃避到远处 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接着看到艾伦击中阿明 在这个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艾伦使用硬化来攻击阿明 莱纳 阿尼 皮克 他们被巨人围攻 情况越来越糟糕 如果他们被击败的话 我们有机会看到 约翰他们变回人类 不过前提是要他们吃掉 莱纳他们 其实我希望阿尼可以活下来 希望看到他和阿明在将来有互动 法尔克和甲壁也是 但莱纳一只弓可能会死吧 如果作者将安排去群的话 三里拒绝艾伦在小屋的要求 他拒绝丢掉围巾 然后忘记艾伦 他把围巾绑紧 他告诉大家 他要杀了艾伦 他就在救人的嘴里 艾伦可能通过某种方式 告诉三里他在嘴里 因为他希望三里杀了他 埃尔迪亚人将会 视为阻止恶魔的英雄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 三里突破来到嘴里 在里面他看到艾伦的头在那里 然后他笑着 砍断艾伦的头 他说 回头见了艾伦 这时画面有两个重叠的世界 赛小屋世界和现实世界 两边都在和艾伦告别 三里闻了艾伦 我们期待他们可以在一起 但他们最亲近的时刻 也是分开的时刻 最后一段句是说 知晓了自由的少年 永别了 这时 最后的Goodbye Kiss 身后的尤米尔对着他们微笑 尤米尔为什么微笑 他是喜欢看人类美好的一面吗 还是微笑着说 是死组巨人死了 而那个生物可能性会跟着死 他就最终得到自由了 并且在永恒的余生中 在另一个世界漫游 这一章中也证明说 三里不是重视 折心保护艾伦的努力了 因为三里是靠自己的想法 斩了艾伦 或者是说 这是另一个角度 来保护艾伦吧 接下来 下以花就是大绝集了 希望在最后 可以解开所有的问题 你们期待的绝集是怎么样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